大家請合掌 用我們的自成心 承念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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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盡聞得授持 願解如來真實意 地藏菩薩百願經錫講 尊敬的最同修最護法 大家晚安吉祥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繼續再一次跟大家來洗一講 地藏菩薩百願經 上個星期已經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了 佛就是釋迦牟尼佛在刀立天空 講這一部經經文一開端 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 一切諸佛 換句話說一尊佛都不落掉 都是來參與這個法會 更具體講的就是 東方世界藥師如來 包括我們西方极樂世界的阿彌陀佛 也必然參與這個法會 說明什麼呢 說明這一部地藏菩薩百願經 是一切諸佛如來共同重視的經典 也是就是一切諸佛如來參與的經典 沒有一尊佛都不參與的 為什麼呢 為什麼十方以及諸佛如來都非常重視 但是這一部經典呢 也包括我們的本師 是釋迦牟尼佛 西方幾個世界的阿彌陀佛 都非常的重視 代表什麼呢 它是代表孝道 代表我們的心地 而且我們一定要知道一切諸佛如來 都是因孝心而發願 開始度終身 開始修行的 所以孝敬是一切諸佛之母 今天阿彌陀佛成佛也是不例外 今天我們念阿彌陀佛 今天我們念阿彌陀佛 一夜是不例外 都是要孝敬 我們的生生世世的父母 不但是信世的我們的父母 誰是生生世世的父母 就是一切眾生 所以今天我們念佛 都是因為這樣的才念佛的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我們大家一定要知道 不能把這一部經忽略了 因為這一部經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雖然我們都是在念佛的道場 但是上個星期 我已經跟大家簡單說明了 如果我們沒辦法 對父母眼前能夠孝敬 對生生世世父母能夠孝敬的話 你那個菩提心 沒辦法開顯出來的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 菩提心沒辦法開顯 念佛不能得清淨心的 而且往生西方淨土 靠的是你的清淨心 不是今天靠著你念佛 念了多少聲 不是的 就算你念一句佛號 但是你的心能夠清淨 一句佛號都能夠往生西方 極了世界的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個原則我們必須要清楚的 這個就是昨天 上個星期簡單為大家 把整個地藏菩薩百願經的綱領 主要性的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這樣講 聽清楚嗎 聽清楚嗎 可以嗎 師父非常清楚 如果聽不清楚的話 那我就講慢一點 要記得 菩提心對於我們念佛的人很重要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們要來看 地藏菩薩百願經所度的對象 是誰呢 我們看下面的那一照 地藏菩薩百願經所度的對象 我們一定要清楚 不要聽信別人說 地藏菩薩百願經是小教 什麼教就小教 就是對著鬼神而說法的 不是的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誤會的 地藏菩薩百願經是原教的大成經 而且是大成中的大成 換句話說 地藏菩薩百願經 它的度的對象 都是法身大士 都是四十一位的法身大士 大家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極樂世界有四土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住的淨土是在哪一個 四十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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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信 十回向 十地 最後等絕 四十一位 你贈得這個四十一位的法身大士 都是四十一位 最後贈得了廟絕的國位 才能夠達到長極光淨土 所以從這個角度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它不是一般的經典 是大成中的大成 我們不能把它忽略的 我們不能把它忽略的 而且地藏菩不容易講 真的 比我們講五量壽菩還容易多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一定要知道 而且在這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又為我們做了一個啟示 特別是我們念佛的人 特別是對我們念佛的人 佛在地藏菩薩本願經 特別是在第九品 稱佛名號功德品第九 在這一品 佛教我們什麼呢? 教我們念佛 而且自心的稱名 這個什麼道理呢? 說明地藏菩薩本願經 跟五量壽經所講的整個綱領 是什麼呢? 發菩提心一向專念 同一個境界 同一個道理 同一式一種事情 這個是地藏菩薩本願經 在第九品為我們啟示的 還是禮不開念佛? 所以今天地藏王菩薩 最主要的希望我們什麼? 也希望我們念佛 發揚往生西方的世界 但是在念佛這個過程 你要用什麼樣的心態 才能夠成就呢? 那個才是關鍵 所以《五量壽經》裡面告訴我們 你要發菩提心 菩提心的關鍵在哪裡? 你有沒有相信的心啊? 你能夠發你的菩提心 等於你愛護一切眾生 你能夠愛護一切眾生 你能夠孝敬一切眾生 這個菩提心自自然人就出來了 你還會發脾氣嗎? 你還會跟人家眾生計較嗎? 你還會有煩惱嗎? 你還會有一個斤斤計較的態度嗎? 不會的 因為一切眾生都是跟你一體的 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 看到一切眾生等於看到自己的父母 看到一切眾生等於看到自己 為什麼? 是一不是二啊? 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清楚的 無論你在什麼樣的環境 一切萬法都是一的不是二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看到了 地藏菩薩本願經 確實真的一切法門的根源 因為所講的都是我們的心地 所講的都是我們的孝敬之心的 這個道理我們必須要清楚 那接下來又為大家來說明 這一步驚的經體 那首先還沒為大家來介紹這一步驚的經體 有一種事情先跟大家先說明 因為這個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進入這一步驚的經體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這一步驚的內容的主要性的 那首先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態來聽這一步驚呢?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心態來研究這一步驚 學習這一步驚呢?那個才是重要的 什麼呢?我們看下面 地已聽這兩個字 釋迦牟尼佛啊 我們首先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們聽經能不能開悟啊? 我們今天聽法能不能得力 能不能學悟 關鍵在哪裡呢? 地聽這兩個字 那地聽的含義是什麼呢? 你看佛在講經的時候 無論講什麼樣的經典 無論講什麼樣的經典 無論對誰 無論是誰的聽法 佛都是會對當機眾生都會說什麼? 地聽 地聽這兩個字 你看釋迦牟尼佛在講經的時候 來聽眾的人不是一般人 都是這些大菩薩 身文眾 而且釋迦牟尼佛的這些弟子 藏水弟子 這些都是正大阿羅漢國的 那個身份那是不一樣的 你看釋迦牟尼佛、牟尼佛都是古佛在裡 文殊釋利菩薩 觀音菩薩 大釋釋菩薩 那都是不是一般人的啊 但是釋迦牟尼佛在講經當中 常常啊 先為這些大眾 先講什麼呢? 地聽 地聽 比如說我們在金剛經看到了 釋迦牟尼佛對西菩提講什麼呢? 地聽 地聽 西菩提 在地藏菩薩本言經我們看到了 釋迦牟尼佛對地藏王菩薩 在第二品乃至第十品 釋迦牟尼佛都會對地藏菩薩講什麼呢? 地聽 地聽 你想一想 整個法會當中在道立天宮來聽眾的 這些都是法生大事的 其實不容易懂啊 都是法生大事的 地聽 地聽 難道大菩薩不會地聽嗎? 難道這個地藏王菩薩 觀世音菩薩 大事之菩薩 文書之力菩薩 普行菩薩 觀世音菩薩 西菩提 不會地聽嗎? 這個是說給誰聽的呢? 其實它不是這個意思 佛陀講經說法 為什麼用這個地聽呢? 主要性的就是告訴我們什麼? 地言警惕啊 這個我們一定要知道的 地言警惕啊 讓我們什麼? 讓我們聽經的人 包括我們今天本人在內 你要什麼? 你要用什麼心來聽? 你要注意 你要專心 這個就是我們最大的毛病 眼睛好像在這個地方 人都在這個地方 但是心不得跑到那裡去了 都不專心 都不再注意 所以為什麼佛每一次講經的時候 都阻托法會上的 我們看下面的那一章 釋迦牟尼佛每一次在講經的時候 都阻托在法會上 佛對這些大眾 都是講地聽 地聽什麼意思呢? 我們一定要知道 無論我們聽哪一部經 在你聽經的時候 能不能得利益 你能不能開悟 你能不能覺悟 而不在菩薩的教會 不在佛菩薩的教會 而在文法的人 在聽講的時候 你有沒有遞聽遞聽呢? 今天我們聽經 聽我們師父上人講經 聽了這麼久 每一次打佛欺 每一次念佛的時候 幾乎我們每天都在念佛 都會放我們老師父 師父上人的開示 有沒有開悟? 有沒有開悟呢? 有沒有覺悟? 為什麼? 沒有遞聽嗎? 一目了然 所以我以前 我的老師 他常常勸導我 他說 寫無法行 當你在誦經的時候 無論你在念佛的時候 無論你在聽經的時候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誦經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念佛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聽經 要萬元放下 專心專意 好好來聽 裡面所講的經是什麼? 你才能夠得到小小的開悟 你才能夠得到經文所講的利益 這是老師以前對我常常的勸導 你看我們過去小的時候去上學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經過 我呢?我小的時候 我到學校的時候 老師要上課之前 教我們把我們的手放在什麼? 放在桌子上 怎麼放呢? 這樣 有沒有呢? 這樣放 就是兩隻手這樣 放在桌子上 有沒有? 沒有 真的耶 以前我在讀書 在上課讀書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 每次老師要講課的時候 要求學生什麼? 把你的手放在桌子上 眼睛看著他 耳朵聽著他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老師講完課 最後他會問一些問題 如果今天你真的專心在聽 注意在聽 老師所問的問題 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你能夠解答 但是今天如果你沒有專心在聽的話 老師最後來問你 你沒辦法解答這些問題 所以學生現在不一樣 現在學生很難 你現在到學校你請這些學生 大家起立 坐著 所放在桌子上 有沒有? 沒有了啦 實在都在變化 所以現在的學生 一代步履一代了 我們以前小的就是這樣的 整個做的那個好像石頭一樣 動也不敢動 都是聽老師在看著老師在講課 意思都是一樣的 所以今天我們聽聽為什麼不能得利益 不能開悟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人在現場 人在現場 心不在現場 人在看經 心不在讀經 人在念佛 心不在念佛 所以古人講得好 火念密陀心散亂 喊破喉嚨也恍然 所以你說 你說重不重要很重要 所以古大德常常告訴我們 主是大的 我們看下面的哪一照 你聽教文法的時候 無論你聽哪一部經 五量壽經也好 青鋼經也好 楞顏經也好 楞顏經也好 一定要把所聞的法 就是所聽的法 所學習的這些的教會 主要是什麼呢 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教我們要回歸自信 我們聽法的主要就是這個 什麼叫做回歸自信 簡單來講 就是回復你的清淨性 我們聽法就是這個的 就是修訂回復你的清淨性 像我們今天念佛也是一樣 我們今天念佛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把你的清淨性回復 清淨性起作用了 煩惱就沒有了 清淨性起作用 五量節的你的煙心載土 你的業障 種種的自自然然就消滅了 所以業障 是從哪裡才能夠滅的呢 從你清淨性來的 所以今天我們修行最重要是什麼 今天我們念佛 學佛主要心是什麼呢 就是要轉世成治嘛 什麼叫做轉世 是指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喜氣 因為煩惱 因為喜氣 到現在我們還無法超越六道輪迴 所以把這個煩惱轉什麼呢 轉成你的智慧 你的清淨性 用什麼方法 用什麼方法 而地聽 地聽就是轉世成治的好辦法呀 明白嗎 所以從今天開始你要提聽 你要把你的心放在什麼 放在聽經 所以今天我們聽很多 我們聽很多 我們看下面 今天我們聽了很多經 我相信大家都在聽經 我相信大家都在聽經 為什麼不開悟呢 原因在哪裡 主事大的告訴我們 沒有做到地聽 這個兩個事 做不到 你看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 每一次講經講完 很多這些弟子都震過 什麼原因 地聽啊 老實啊 聽話呀 所以地聽啊 如果用淺的話來解釋 用簡單 用簡單的話來講 意思就是 教我們要仔細的聽 要專心的聽 最重要的 在聽經的時候 你要真正的萬言放下 不要一邊聽經 一邊講話 不要一邊聽經 一邊看手機 不要一邊聽經 一邊吃餅乾 一邊喝咖啡 現在的人就是這個樣的 真的耶 所以教不出來啊 現在一萬當中的弟子 學生 教不出來一兩個的成就 什麼原因 你那個心啊 太散亂了 心浮氣躁 沒辦法能夠專心啊 來學習 專心來聽法 所以結果得到的呢 沒辦法能夠成就 沒辦法能夠開闊 怪誰呢 不能怪諸佛菩薩 不能怪主師大德的教會 怪你自己 沒辦法來反省自己 怪我們自己 從來不斷地去覺悟 我為什麼學佛不能得力 我今天念佛為什麼不能得力 演員在哪裡 你要自己去反省啊 我們一定要知道的尊敬的主義同修大德 人生無常 生命是很短促的 我們今天能夠聞到經典 能夠學到佛法 能夠念到這句阿彌陀佛 說明什麼呢 說明你的生命非常的珍貴啊 你想要成就 你想要得到 你必須要這樣做 你不這樣這樣做呢 你無論你怎麼樣的學習 你都沒辦法成就的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種心態來聽聽 主師大德告訴我們 你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明白 意思就是說你能夠開悟 明白什麼呢 明白釋迦摩尼佛在經上所講的道理 這個就是地聽 所以講經之前 我為什麼要先把大家解釋這兩個字 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 聽懂嗎 所以從今天開始 把我的眼睛耳朵精神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聽經 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念佛 集中在哪裡 集中在聽行 這聖經 所以 廉此大師 過去常講 你要念佛 首先先學什麼 先學磚啊 你才能夠得定嘛 因此大師 過去常常勸導我們念佛的人 你要念佛之前 你要先寫磚 磚要從哪裡 從你的蜿蜒放下 好 這個簡單給大家解釋 地聽這兩個字 好 我們來看下面 地藏菩薩 這個名號的經體 首先先看地 地這個字從事上講 是比喻什麼呢 比喻我們這個大地 我們這個大地 能運載一切萬物 能生 能持 能育之意 一切萬物 都是皆從大地而生的 一切萬物 像我們今天一切眾生 在這個地球上生活 都是依賴什麼 都是仰賴大地嘛 你沒有大地 我們一切眾生 不要說我們人類 連動物 礦物 有情 無情的 就沒辦法生存的 就沒辦法生存 全部都是依賴 仰賴這個大地的 沒有一樣的 一切萬法都是一樣的 都是仰賴這個大地 如果有一天這個大地 像我們今天所吃的五股雜糧 一切都是從哪裡來的 從大地而生的 如果有一天這個大地 沒辦法長出五股雜糧 我們人類還能不能生存 生存不了了 所以今天你看那個科學家 都在研究其他的星球 為什麼要研究其他的星球 就是以後這個人類 能不能在這個星球生存 他為什麼要研究這個道理 因為他們發現我們這個地球 已經出了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這個人類對這個大地 不斷的去破壞了 你想一想 將來這個大地 無法幫助人類的生存 然後不能長出五股雜糧 對於我們人類的幫助 你想一想 人類還能不能生存 沒辦法生存 那這個大地 比喻什麼呢 比喻一切法門 都離不開這個法門 都離不開這個大地 沒辦法離開的 無論你是誰 我們是沒辦法的 然後我們看 地下有什麼 地下有保障 這個保障是比喻什麼呢 比喻一切眾生的自信 一切眾生 包括我們本人在內 我們的自信 那我們的自信就是我們的心力 我們的心力是指什麼 就是孝敬 我們這個心力 它的能量是什麼呢 是無窮無盡的保障 是無窮無盡的保障 是取之不盡 用之不盡的 它說明什麼呢 說明我們這個心力 能夠承載一切萬物啊 所以大方廣佛華眼睛告訴我們 為心所限為事所變 一切法 一切的自信 都是從這個自信而生出來的 今天你念阿彌陀佛 你心都是阿彌陀佛 今天你念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都在你的眼前 你念地上菩薩 你就是地上菩薩 你念米勒菩薩 文殊之力菩薩 文殊之力菩薩 你都是米勒菩薩 你都是文殊之力菩薩 但是你的心今天的 比如說貪 計較 稱會 種種的 顯出來都是你的魔杖 這個就是講我們的心地 直接了當 就是百話講一點的 就是告訴我們什麼呢 地藏菩薩的本願 它的本願像什麼 像大地一樣 這個大地 它的印作是什麼 能普渡一切眾生 能幫助一切眾生 而含障無限的功德 含障無限的功德 出生一切法門 你想一想 今天阿彌陀佛 這一句名號的功德不可思議 從哪裡來的 大家知道嗎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一句名號的功德不可思議 這一句名號的功德 從哪裡來的 是從阿彌陀佛 五量節以來 所修學的 通通在這一句名號當中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一句阿彌陀佛名號上 他的根在哪裡 根在孝敬啊 所以阿彌陀佛把這一句名號的功德 供養給十方一切眾生 經過這一句名號的功德 能夠帶著我們 往生西方既的世界 這個都是靠什麼 靠他的孝敬之心啊 孝敬一切眾生啊 你說今天我們念佛 你沒有這個基本 你能夠成就嗎 見佛沒辦法成就 無從見地的 所以最重要在這個地方 地藏菩薩的心地 是一切眾生的心地啊 就是說地藏菩薩的本願 就是我們一切眾生的本願 你不開的 這個就是你的自信 大地這兩個字的意思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看看 你就明白了 你那個精神如果像大地一樣 你那個念佛的用功 精進不得了 而且你能夠提早 提早什麼 提早成就 這個成就是什麼 你能夠提早 親見阿彌陀佛 聽懂嗎 聽懂嗎 聽不懂 那為什麼要像地藏菩薩那樣 大地呢 下面會慢慢跟大家說明 我們看 藏這個字 藏是保障的意思 說明什麼 我們的心地有無窮無盡的保障 像大地下面有無量無邊的 礦產之源啊 你看現在雪梨啊 雪梨啊 你買一塊地啊 還跪得不得了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了 大地也從來沒有跟我說 還沒有跟我們講 欸 為什麼我 我現在變成這個樣的呢 你看現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什麼 我們看這個地球裡面的 有金啊 有金啊 有財寶啊 種種啊 全部都在裡面 很多人啊 都要向這個地方去追求的 那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說啊 地藏菩薩這個藏 涵藏了無樣無邊的功德啊 我們的心地涵藏了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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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寶藏 而且這個寶藏是無盡無窮 盡虛空變法 一切佛法 一事法 一切功德 都是在其中啊 你要修功德 功德要從哪裡來的 從這個來的啊 從你的心地啊 沒有比這個功德更不可思議的 只要你開法 你自己的那種心力 就是我們的孝敬一切法門 孝敬一切眾生 你那個寶藏 釋出世間一切法 你都沒有障礙了 真的啊 只要你能夠開發 你那個自己的心地 就是你那個孝敬 你那個菩提心 你在這個世上 無論在釋法佛法 你還會有障礙嗎 沒有障礙了 哪有的障礙啊 今天為什麼我們會有煩惱 今天我們學佛為什麼這麼多的障礙 今天我們在這個生活上 為什麼這麼多的障礙 這麼多的痛苦 這麼多的煩惱 什麼原因呢 如果你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這個事實的真相 無論你在逆境也好 順境也好 善緣也好 惡緣也好 一切障礙都不會來障礙我們的 誰能夠障礙我們 沒有啊 你的菩提心啊 已經發出來了嘛 你還會跟眾生 遇到一些事情 脾氣起來了 成為先起來了 不高興 討厭 種種的 你還會有嗎 那不會有的 你看到哪一些人 你會說 我討厭你 我不喜歡你 會有嗎 你有沒有跟阿彌陀佛說 阿彌陀佛我討厭你 有沒有 你有沒有跟觀世音菩薩說 觀世音菩薩我今天很討厭你 畢章菩薩我今天很討厭你 沒有啊 那為什麼對別人你會有這樣的心態呢 不要說別人 說你的老公 說你的先生 說你的太太 有沒有 我今天很討厭他 我不喜歡他 我厭惡他 有沒有 有的請舉手 看到哪一些人 看到哪一些事 你會厭惡嗎 如果今天你真的把這個事實真相 一切眾生都是一的 都是自己的 一切眾生都是跟阿彌陀佛一樣 一切眾生都是跟觀世音菩薩一樣 一切眾生都是跟地藏王菩薩一樣的 你還會對他批評厭惡嗎 你那個恭敬性才是真的 屬於你說 我今天要學習什麼恭敬性 對一切萬物 對一切法 對一切眾生 無論好人壞人 你那個恭敬性都是平等的 那你的恭敬性是真的 今天如果我們在這邊念佛 看到阿彌陀這麼恭敬 看到我討厭的人不恭敬 那你的恭敬性是假的 只是做一個樣子給人家看而已 這個叫做什麼 玩弄佛法 那今天你想一想 你看看你自己 所修學的這一段時間 這幾年下來 你的恭敬性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的菩提心是真的還是假的 你孝敬的心是真的還是假的 一模了然 看得很清楚的 看得很清楚的 所以寶藏在這個地方 是比喻什麼呢 比喻的功德 寒藏無盡的功德 一切功德都是從這個地方而生的 從那個地方 從你的孝敬 你的恭敬性 你的孝敬性 是從這個來的 那如果這個功德 從地藏菩薩名號的角度來看 來講 什麼意思呢 菩薩的本願 確確實實 寒藏無量無邊的功德 無盡無窮的功德 說明什麼 地藏菩薩的心力 確確實實像大地一樣 那麼豁道 能包容一切眾生 像大地一樣 所以我們心又跟大地一樣 真的 所以釋迦牟尼佛在經上裡面常常告訴我們 菩薩 就是說我們修行的人 我們念佛的人 就是我們本人在內 你今天你要發心修行 菩薩要發心修行 你這個心首先要像什麼 要學大地一樣 比如我們今天所吃的東西從哪裡來的 是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 有沒有 今天我們要吃披薩 我要今天要吃炒飯 我要吃一些青菜 種種的從哪裡來的 從地上而生的馬 而且我們一定要知道 我們今天所採取的 所用的 都是最好的 而且最好的從哪裡 都是地球 是給予我們的 然後你把這些好的東西吃到你的肚子裡面 你採取是最好的 你把這些最好的 在地球裡面最好的 你把它採取去用 你吃了之後 你採取是最好的 那排出來的呢 排出來的 你採取是最好的 是最好的 最安脏的嗎 是不是 你所用的都是最好的 但是用過之後 你排出來的就是最安脏的 大地也是包容能夠回收 大地有沒有跟你排斥 有沒有跟你說我不喜歡 我討厭你 我不可以這樣 我不能接受 為什麼你把這些垃圾 垃圾 通通毀收到國的這個 你為什麼要不要丟到別的地方去 為什麼要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大地有沒有跟你說我討厭你 有沒有 跟你抗議 罵你 老蔡啊 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呢 你把我用的最好的 把安脏東西最好的不好 你就還給我 大地有沒有跟你講這句話 沒有啊 大地還是能夠包容 還能夠接受 無論這些垃圾垃圾 骷髒的 他從來都不排斥的 照樣回 這個道理說明什麼 比喻什麼呢 比喻說明我們一個修行的人 我們學佛的人 我們念佛的人 你要學菩薩道德行者 你的心 你的精神 你要利益什麼 你又利益一切眾生 你要離開你的私心的貪念 你要放下你的自私之力 你要供給一切眾生都是好的 要歡喜為一切眾生來服務 無心的服務 處處都是為眾生 處處為怎麼樣來利益一切眾生 像我們今天來到這個道場 我們為什麼要做義工 就是來為一切眾生服務嗎 沒有私心 都是用我的慈悲心 恭敬的心 誠信的心 我來服務 我來做 我來貢獻 這個就是這樣的比喻 從來沒有跟你這個排斥的 這個就是講到我們地藏菩薩的本願 但是如果眾生 接受我們今天的服務 比如說我們今天在這個道場做義工 我們來用我們的真神心來服務 我們來為大眾來服務 但是不但不領情 回頭過來 把這些垃圾垃圾通通丟給我們 批評我們 毀謹我們 侮辱我們 傷害我們 我們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你要趕快想想什麼呢 想想大帝啊 大帝怎麼樣無路 他從來沒有排斥 也沒有說不可以 今天你想要建大房子 他也說不可以 你要怎麼對待他 他也說不可以 他從來沒有說不得 也從沒有說沒有 要把它吸收 把它消化 轉成為你的功德保障 你要這樣學啊 無論你遇到什麼樣的境界 逆境順境善而惡元 無論你遇到什麼樣的 你在這個服務當中 你為一切眾生 你已經辛辛苦苦為大眾來服務 你已經辛辛苦苦 來為這個道場做了一些的貢獻 但是動神不但不領情 回頭過來又來批評毀謗 你千萬不要生氣 你千萬不要起了一個稱慰心 你千萬不要來批評 來厭恨 來厭惡 來討厭 你要該怎麼做呢 把這些變成你自己的功德 那你今天學佛成就了 這個就是行菩薩道 屬於地藏菩薩的心地 確實真的像那個大地這麼厚道 真的耶 最尊敬的 最同修大德 我們在這個生活裡面的環境 很多一些不如意的事太多了 能夠称心如意的太少了 太多不如意的事情 我們所看到的 所遇到 所聞到 所聽到的 種種的這些的煩惱 種種的這些的境界 有時候真的都是一種考驗 你能夠這樣的消化 你能夠這樣的吸收 把它當作你 變成你自己的功德 今天你所學的東西 都是成就的 這個就是地藏菩薩 你說你念佛 你沒有這種地藏菩薩的精神 念佛能不能成就 成就不了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們有緣 天文《地藏菩薩百願經》 我們今天有有緣 都是有緣 都是蒙地藏菩薩的接應 都是有蒙地藏菩薩的教化 我們跟地藏菩薩都有幾個緣 只是你很健忘而已啊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 曾經有到三二道去的 因為地藏菩薩發大誓願 到哪裡去度眾生 是到最苦的地方去 最苦在哪裡 都是地獄啊 我們曾經有 曾經有 都是有經過這種的生活啊 比如可能某一次 地藏菩薩辛辛苦苦 把你勸上來了 從地藝把你勸走了 哎呀 老蔡啊 你要從這邊出去了 你得忍深了 你要好好聽佛 要聽老師的話 你要好好聽教誨 對不對 不要再造一些不該造的業 哎 回頭過來 不領情 一轉世 迷惑顛倒了 那迷惑顛倒呢 聽到地藏菩薩本願經 毀謗地藏菩薩 毀謗佛法 地藏菩薩有沒有生氣 地藏菩薩有沒有說排斥你 不要了 我勸你啊 辛辛苦苦把你度出去了 你今天又回來 又不聽話 我不度你了 地藏菩薩有沒有這樣的 沒有耶 而且在地藏菩薩本願經 又為我們啟示一個什麼 地藏菩薩每一天 早晨五點 都會來觀察我們這個人間 觀察我們這個人間什麼 看到哪一個眾生跟他有緣 他就會來幫助他 每一天 地藏菩薩每一天 五點凌晨 都會觀察這個人間 那要怎麼樣跟地藏菩薩有緣 念他的佛號 但是地藏菩薩對這一類的眾生 不但不會有排斥捨去我們 而這個就是地藏菩薩的大師大悲 願力不可適宜的 無論你怎麼樣毀謗 五如批評 你看現在的人太多了 看到地藏菩薩本願經 批評回報 看到地藏菩薩本願經 排斥 講了一大堆的道理 講的都是他的道理 都是排斥的 甚至於看到地藏菩薩本願經 把它撕掉 看到人家印地藏菩薩像 要批評 幹嘛印地藏菩薩像 你知道這樣的果報是在哪裡呢 我們看下面 你看到這樣的果報你就明白了 像這一類的眾生 不斷不領情 不但不感恩 不但回頭過來 沒有來感謝諸佛菩薩 回頭過來來毀謗 排斥 種種的 佛在這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特別地流品 如來讚嘆品地流 有一段經文 佛告訴我們 大家請合掌 我們一起來念 如是之人 賢解千佛滅渡 激毀之暴 喪在阿匹滴 說極重罪 過世皆矣 方受惡鬼 又經千劫 父所畜生 又經千劫 方得人生 眾所人生 貧窮下劫 諸根不懼 許多被惡悅 來解其心 不久之間 互多惡道 世故扶廣 擊毀他人 供養善禍之暴 何況別生 惡劍毀滅 看到這段經文你想一想 有多大的糊塗 也不要犯這種糊塗 好恐怖 這段經文是只講 我們取笑 看到一個善男子善女人 對地藏菩薩這樣的恭敬 禮戰禮拜 誦經念佛 而且你在旁邊來取笑他 排斥他 毀謗他 釋迦牟 釋迦牟 在這一部經告訴我們什麼 如是之人 像這樣的人 賢解千佛滅度 什麼叫做賢解千佛滅度 賢解 賢解就是講我們這個大時代 我們這個大時代 就是講我們這個居住的環境 會出現一千尊佛的 我們這個大時代會有一千尊佛 釋迦牟尼佛是排第四 將來 彌勒菩薩是排第五 這些千佛已經滅度了 你想一想 一尊佛出現在這個世間 是很長的時間 你看第五尊佛彌勒菩薩 還有五十七億六百萬年 你想一想 一尊佛耶 但是在這邊講千佛滅度 佛已經滅度了 擊毀自爆 這個人毀謗地藏菩薩 取笑這個人 排斥這個人 還在哪裡 還在阿比第一 阿比第一 阿比第一是犯理 翻成中文都是無間第一 受到很嚴重的重罪 過世結乙 過了這麼長的時間 你從五間第一出來 有沒有直接得忍生 沒有啊 沒有得忍生啊 躲在哪裡 躲在惡鬼道 在惡鬼道 多長時間呢 經過千劫啊 佛教所講的劫 有小劫中劫大劫 不要說大劫 從小劫來看 那不得了 好恐怖耶 然後從惡鬼道 經過千劫之後 躲在哪裡 躲在惡出生道 再出生道 又經過千劫 你才能夠得忍生 既然得忍生 是死命的身份 貧窮下賤 豬根不拒啊 貧窮又下賤 而且不正常 在五根裡面 在六根裡面 幾乎都缺乏的 為什麼呢 多被惡欲來劫起刑啊 得到人生 這麼短的時間 不久之後 又躲在惡道啊 這個只是講到 我們對這一部經的取笑 的迴謀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 土瓜 擊毀他人供養 善獲此報 何況別惡 別生惡見毀滅 那就更不可思議了 所以尊敬的 就是同修大德 我們今天 一切的罪悅 能夠躲在三惡道 都是從哪裡來 從我們這句話 不善的意願 從我們的口業啊 所以今天你要好好照顧你的口業 保護你的善意 不要照這些的罪業 你看他今天會 受到這樣的果報 從哪裡 從他的口業來的嘛 所以呢 我們該怎麼做呢 最後我們看下面 所以我們在地藏菩薩本願經看到了 很多次地藏菩薩講道惡道的眾生 一種习氣都是講我們 我們的习氣是什麼 嚴固 剛強 只要講到這樣 你看哦 地藏菩薩本願經有看到這樣的 菩薩很多次都無奈啊 很無奈啊 幾度都是落淚啊 地藏菩薩真的流淚啊 掉眼淚啊 講到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剛強的眾生 緣故的眾生 太緣故了 一牛頭 又躲在山土 這個眾生有可能 都是我們 可能也是我們 真的啊 地藏菩薩在這一部地藏菩薩 你仔細去看 很多次都掉眼淚 講到我們這個 說佛世界的眾生 這麼難教 這麼不聽話 這麼不老實 這麼這樣 這麼剛強 這麼遠不到 到最後真的很無奈的 所謂不斷的發大誓願 你看四大天王問釋迦牟尼佛 為什麼五量劫以來 地藏王菩薩 不斷的發大誓願 來普渡眾生 幫助一切眾生 什麼樣的原因 剛強緣故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連四大天王 經過釋迦牟尼佛的講解 不知不覺都是掉眼淚的 看到我們眾生 非常的可憐 為什麼這樣 明明知道啊 山土是苦的 乒乒常常往那邊走 常常往那邊跑 明明六道輪迴是苦的 為什麼不要超越六道輪迴 這個就是地藏菩薩北院間裡面 我們所看到的內容的精神 這些諸佛菩薩 這些法生大士 這些大菩薩都是在研討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們說佛世界的眾生 這麼嚴固 什麼原因呢 下個星期再跟大家分享 這個簡單 來給大家說明 所以真的地藏菩薩裡面很多 這些故事非常棒 你看整個法會當中都在研討什麼 都是研討我們這些眾生 我們眾生都是我們自己的 為什麼不往生西方极樂世界呀 這些為什麼呀 都研討這些 怎麼樣來幫助 今天簡單給大家說明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藏菩薩這兩個字 下面我會再跟大家解釋 因為我們在地藏實經論裡面 實論經裡面會看得到 這個下個星期再跟大家來報告 再跟大家來講解 習講這一部經裡面的功德 今天如果有講一些不對的地方 不好的地方 請你們大家多多批評 希望我們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五 我們在一起來學習 學習這一部地藏菩薩本願經 好 謝謝大家晚安吉祥 老實念佛 祝大家身體健康 阿彌陀佛